我们请主持人为我们开始一个祷告 能够领导你天上阿爸我神你宝座前来那活水的泉源 活水的气息天上的那个新的玛拿 要浇灌要浇灌下来 要浇灌下来浇灌在每一个儿女身上 借着你的仆人的口 借着你的仆人这个荣耀大能庆明 感谢主赞美主 将一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阿们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要查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好 我们现在看看撒加利亚书 好的 我们这个撒加利亚书呢 是第一章一共有21节 好 我们请这个李老师 李老师来帮我们念一下撒加利亚书 好吧 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大流氏王第二年八月 耶和华的话临到 伊多的孙子 比利甲的儿子 先知撒加利亚说 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 从前的先知呼召他们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 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 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 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 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 他们就回头说 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 向我们怎样行 他已经 他已照样行了 大刘市第二年十一月 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 伊多的孙子 比利贾的儿子 先知撒加利亚说 我夜间观看 见一人骑着红马 站在袜底翻十六树中间 在他身后又有红马 黄马和白马 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 我要指示你 这是什么意思 那站在翻十六树中间的人说 这是奉耶和华猜浅 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那些骑马的 对站在翻十六树中间 耶和华的使者 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 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 万军之耶和华 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 已经七十年 你 不施怜悯 要有几时呢 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 安慰的话 回答那 与我说话的天使 与我说话的天使 对我说 你要宣告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耶路撒冷 为西安 西利极其火热 我胜脑洞了安逸的列国 因我从前稍微恼恼 我恼怒我的民 他们就加害过分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仍失怜悯 我的点 必重建在其中 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再宣告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诚意 必在丰盛发达 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冷 我举目观看 见有四脚 我就问 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 这是打散犹大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 耶和华又指示 四个匠人给我看 我说 他们来做什么呢 他说 这是打散犹大的脚 使人不在 而不敢抬头 但这些匠人来威下列国 打掉他们的脚 就是举起 打散犹大地的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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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面的这个 新知书 这个看起来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说 这个感觉都是看这个新知书 有的时候看的 就是看不懂 里面有很多的比喻 比喻 那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在 主耶稣在新约里面 有一句话说呢 就是要他们看也看不懂 听也听不懂 每天他们听懂了以后呢 这个心里转回 他们就变 就变 转回 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耶稣当时 讲了这个话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犹太人 弃绝他 这些有诠释的女法师 这个 祭司的 祭司长 还有这个长老们的 弃绝 弃绝了主耶稣 所以说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 就是说呢 你们这个看也看不懂 听也听不懂 那么这个 免得你们这个 好像听懂了 看懂就回来 就是说 主就是任凭他们 神就给他们一个 所谓的叫做 这个呆顿的灵 或是痴呆的灵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 他们的心很硬 但是对我们呢 尤其在先知其事的 这个课程里面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却要极力的去 救进神 接近神 那么活在神眼里面 看为正的道路 守截心心 守截心心 然后呢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么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说 谁亲近我 我就亲近谁 那么当我们亲近神 神在亲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将自己 自洁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就会开始 把他的心里面的话 会告诉我们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 为什么叫先知 中文翻的先知 很有意思 英文呢是叫做Prophet 这个Prophet呢 讲出来的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事先知道 叫Fort Knowing Fort Knowing Fort Knowing 事先神知道 那么这个先知道呢 就是说你这个先知的 恩赐是与神关系的 副产品 与神关系的副产品 你跟神的关系越好 越接近 神就会越告诉你 更多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呢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交朋友呢 可能有所谓的 叫叫 死党啦 怎么样的 就是说 你可能还没有跟你家人说 你就会跟你的 这个所谓最好的朋友 先讲 那么同样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就是这样 你又死了这个 你没有跟别人讲 以前你会先跟神说 神也会先跟你说 那么这就是一个先知 那么跟 与神做朋友 那么也是 神就 把他的事情 心事就告诉了 他的好朋友 那么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 我们看看大利物王 这个大利物王 这个大利物王 第二年第八月 这个第二年第八月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二是 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二的这个意思 在于希伯来文呢 是叫 Shen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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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niam是他意思 翻译有很多种 有的是叫分 分开来 有的是叫做不同 有的是说 这个抵挡 有的意思是叫 叫审判 有的意思叫做分别 有的意思是叫做见证 还有是叫做冲突 也有讲到什么 祝福 丰盛 建造 所以说这个字的意思里面很多 所以我们要看看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第二年的意思呢 是神在宣判一个什么样 一个审判 也是宣判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见证 那么在这个见证里面呢 如果是我们的转向神 那么这个转向神是在哪里呢 在第三节 他说呢 你们若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所以说呢 这个二里面呢 他代表了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有一个选择 你有一个选择 或者是你选择敌对 分裂 与我分裂 或者与我敌对 那么就会什么 有审判 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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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冲突会来到你们当中 如果说你选择 与我同行 就会有祝福 丰盛的祝福 而且你会被建造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的讲话的这个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神选择在第二年 第二年 那么这个八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八的意思呢 代表是说一个更光明的前途 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水平 一个新的一个盼望 还有那么代表新的一个生命 那么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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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八呢 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可以他选择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复活 那么这个复活呢 这个主耶稣基督呢 是七日的第一日 复活 那么七日的第一日呢 那么你怎么知道 这个这个话讲起来本来是蛮照口令 你说这礼拜一嘛 就是礼拜一 礼拜二就是礼拜二 你为什么讲七日的第一日 那么这个七日是怎么算 这个七日呢 那你要看神创造天际的时候呢 在这个创世纪里面 神创造天际宇宙 五十六天到第七天 他就安息 而且祝福了第七日 按照道理不仅仅是六 这个创造 非常看到看中这个祝福跟安息 所以说呢 一个这个这一周的开始 是从礼拜天开始 而不是从礼拜一开始 我们都上班的时候 在学校 都是英文 礼拜一他开始 先从安息开始 再开始做工 所以说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神希望呢 我们来到他面前 没有再服侍他前 先在那里安静 等候受教喂养 所以说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呢 我为什么最近事实 就常常就带弟兄姊妹 一起到三层天去干什么呢 我曾经有好几次问神 我说我们每次上去的 这一批人一批人上去 会不会打扰呢 我心里想 这个上帝一定太忙了 要管全世界 但是你知道这是人想法 那么 有几次神的过程 说我爱我的百姓 我爱着 我们天天上来 会不会打扰你 后来祖父神就直接 说你不要拦住 我见我的孩子 你可见呢 这个神是个爱 这个爱呢 超过我们的人所求所想 我们根本对称的爱 这个了解的太有限 了解的太有限 就算是保罗都在晚年的时候 在写的我要认识神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和高 是他服侍的一辈子 他发觉他摸不到神爱的边 这个神的爱 弟兄姊妹 在我们这一生里面 你要是什么都没有学到 你能够学到认识神的爱 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白过 没有白做一个基督徒 所以说呢 那么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这个八的意思呢 那么前面没有七天 后面你就不晓得是 七日的第几日 你前面一定有一个 就是一个标准 那么所以说呢 主耶稣复活是 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前面已经有个七天 我才知道 这个下一个七天是第几天 这一天是第几天 七日的第一天 还是七日的第二天 还是七日的第三天 所以说呢 这个你要加起来的话 这算是第八 那么你看 这个第八是怎么样子情形的 第八是怎么样的 是人与神 神重新立约的一天 那么你看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神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 告诉摩西 这个男孩子生出来以后 第八天要新割离 那么这个割离是什么呢 就是以神立约 这个割离有几件事情 一个是要流血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八天 那么为什么不是第一天 也不是第二天 也不是第三天 也不是第九天 也不是第十天 为什么第八天呢 因为这个八 就是代表什么 在新月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 这个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第八天 他从死里复活 那么在圣经的这个旧约里面 也讲 他说 我要重新立一天 如果是在这一天 如果是你们回转 回向我呢 你们这个旧必得赦免 那么所以说呢 你就看到这个 这个里面就一直隐含的 好像其遇的第一日 就是第八天 所以说呢 在这个医学界里面呢 他们就考察 这个男孩子生出来 第八天的时候呢 这个他的身体里面的血小板 这个指数是最高的一天 所以他一辈子里面 这个第八天呢 他的血小板的指数是最高 那血小板是做什么呢 就是使血凝固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古时候 也没有什么 这个什么止痛的 或者麻醉药的什么 那么给小孩子行了割离以后呢 你看他这血怎么止呢 他这个身体里面 有最高单位的血小板 在那一天 在那个男孩子的身体里面 所以他的血的伤口 自己会凝固 你看这个神所做的 就是奇妙 当我们在研究神的时候 我们只能证明 他的奇妙跟伟大 那就表示说 在这个以色列 这个犹太人的身上呢 男孩子身上 永远有一个记号 就是什么 与神立约的记号 就是行的割离 那么在新约里 讲的割离呢 是心中行割离 心中行的割离 才是真犹太人 所以说你看 这个神呢 在这个第八个月里面 这是什么样 第二年 第二年意思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 这个分离 或者说分别 或是说抵挡 或是审判 或是分别 那么还有呢 还有这个冲突 那么还有呢 反过来就是祝福 丰盛跟建造 那么所以说呢 神就是给他们说呢 就在第三节 就讲得很清楚 你们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 那换句话说 你们不转向我 我就抵挡你 你们抵挡我 我就抵挡你 所以说呢 你看神在这边 给他们一个选择 所以说呢 这个二又什么呢 二这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 这个二里面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 这个叫生命纪 这个生命纪是什么呢 这个英文里面叫 Dutyronomy Dutyronomy DUO 这个DUO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两个 两个 那么那这个意思 你看到这个 这个生命纪里面 有讲究 有宣告祝福 有宣告咒诅 那里面就是讲的 这个你要是与我为敌 你会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眼中看了饿的事 白偶像新邪书等等等等 就会有什么灾难 你要是顺从我的旨意 按照我的律列 点赞 我的祝福是如此 如此如此 所以说呢 这个神 在他们所到之地呢 就给他们宣告 在这个时间里面宣告 那么第二节呢 这个耶和华呢 曾向你们的列祖 大大发动 所以啊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讲了一个怎么样的 就神说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那么反过来说 你们要抵挡我 我就抵挡你们 好 那么第四节呢 说不要效法 列祖 以前呢 以前的先知 呼叫他们说 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 你们要回头 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 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在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们的列祖 我曾经派着我的先知 跟他们讲 你们要回头 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 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然后你们的列祖 现在在哪里呢 那些先知呢 能永存 永远存活吗 只是什么样 我的言语和律列 就是所吩咐我 无人众先知的 岂不领导你们列祖吗 他们就回头说 万军之耶和华定义 按我的行动作为 向我们怎样行 他就照样信仰 那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曾经在你们的列祖当中 就派遣我的先知 来跟他们传讲我的话 而结果怎么样 他们没有离开的 这个恶行怎么样呢 而最后什么样 我所命定的这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在他们身上发生了 而最后怎么样 他们就服在我的面前 服在我的面前 所以大利物第七节 大利物王第二年十一月 就是西白克月二十四日 列华的话 领导义多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先知 以赛 以这个撒加利 那么在这里 我要特别讲到一件事情 你看呢 这个神两次 说义多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先知 以赛利 这个撒加利 他这个讲的有祖孙三代 那么这个圣经里面 常常呢 都会用这个祖孙三代 或者说父子两代 那么你 我在看了很多遍了以后 我就发觉 为什么神会这么说话 你就说撒加利 神的话 临到撒加利 故事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但是为什么神在这里 特别纪念他的 这个义多 然后又纪念 这个他的祖父 又起起比利加 这个 所以说呢 这表示说呢 他这两个人 这个神呢 对于这个 这个 掌用顺序 在神的国度里面 神非常尊重这个秩序 你看讲的这个 这个耶稀 长得大为是耶稀的儿子 耶稀的儿子 又引用好多次 在圣经里面 那么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是常常引用 不是孙子 祖父 父亲跟孙子 要不然就是父亲跟儿子 常常这么引用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要尊重 这些人呢 比我们在我们前面 那不管是他 恩高 这个能力多少 还是他的辈分 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应当尊重他 我先讲过这个例子 就是像我现在的牧师呢 他也八十多岁 这个 他是以前带领我 这个 这个 我是在他的教会里面 当时开始 好好的开始 学习服饰 那么然后呢 又在那个教会里面 结婚 他也是我的结婚的 这个 公证人 公证人 那么这个 他现在呢 已经有八十几岁 身体还很好 但是怎么样呢 这个 你要说是 这个 我现在的服饰的恩赐 怎么样 我是比他 这个神酒 神是这样使用 我比他多很好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 那问题是说 他是我的长辈 没有他 我不会到今天这个程度 他是呢 不可或缺的 那一个台阶 我必须要走过去 所以说我们呢 是走在什么样 前人的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往前走 你可以比他有恩赐 有恩告 还有能力 比他更强 但是我永远尊重他 这就是神国的一个秩序 你的恩赐是服饰 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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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赐是在神所安排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 所以说有一次 我在讲道的时候 他就来参加我的聚会 那么他带他的师母 那么一起来 那当时我在讲台上 看到他们坐在第一排 我就亲自从讲台上走下来 我就想请他们为我祝福祷告 因为什么 他是我的长辈 然后我就跪下来 他们两个一起给我按手 那我就在那边呢 我也在众人面前 给他们做 给弟兄姊妹做的一个榜样 是什么呢 我们要尊荣 尊荣那些 在我们前面的人 那不管是他 恩高恩赐能力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是你服侍的工具 神给你的恩赐 那么怎么样呢 这个 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我们对这个 所谓属灵的长辈 或是这个 或是肉身的长辈 也不太够攻击 所以有时候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在肉身的长辈 或是在属灵的长辈 我们不是完全人 我们一定有 一定有不完全的地方 那怎么样呢 神还是叫我们来尊荣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看着神的话语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神的用心是做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说呢 我夜间观看 这一人起的红马 站在挖地 翻十六指数中间 在他身后 又有红马 黄马和白马 那么这个 讲的这个马呢 有点像启示录里面所提的 不过那里面有讲的 没有提到黄马 有提到什么样的 有提到黑马 还有灰马 那么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颜色 又代表他的一个 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红马呢 在启示录里面讲的 应该是讲的征战 应该是讲到征战 或是流血 那么这个就表示说呢 使得审判 赢到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站在挖地的 翻十六 那么翻十六呢 在这个古时候 在中东一带 算是一个药引子 什么叫药引子呢 就是说呢 这个草药呢 好几种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引子 那么这个引子的作为 是什么呢 这个引子的作为 就是使这十种八种 这个药材可以 凝结在一起 产生一个共同的 一个能力 否则的话呢 这个药呢 这个十种八种呢 配在一起 它不见得每一个 都可以跟 另外一种药材 配得那么好 就是说产生的效果 但是有了这个药 引子下去以后呢 它就可以把十种八种的 这种药 可以凝聚在一起的 那个效力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 那个神的意思 在这里是什么 你有一个审判 也有一个医治 看你要选什么 看你要选什么 那么审判 如果说你们持续悖逆 顽梗 行在由我眼中 看为恶的时候 那个审判 就会继续进行 如果你们肯悔改 回转归向我的时候 怎么样呢 这个医治就会来到 那么这个两个树 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两个树 什么树是代表 这个十字架是木头 木头是用从树上 做下来的 就是代表一个神的救温 神的救温跟神的医治 所以说你看神在这里 做他的事情 他都有他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 说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呢 我要指示你 这是什么意思 那站在番石流中间的人说 这是封耶和华的差遣 在遍地走来走去 而且起码的站在番石流中间 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们你在遍地走来走去 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恼恨耶罗萨 而犹大的成疑 已经七十年 你不是怜悯到几时呢 你看啊 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 就在那里像耶和华怎么样 像我 像父神就是说 时间已经到了 难道你还不肯 对你的百姓是怜悯吗 而就是在那边 有一个请求 而就是在那边 有一个请求 那么请求是什么 请求神的怜悯来到 也是这个好像在提醒神说 好像这个时间已到了 应该是向他们使怜悯的时候 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 安慰说 安慰的话 回答那以我说话的天使 那么这个天使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里面是怎么说的 这个天使 那么在这个天使 在英文 在中文里面 你看不太出来 你看不太出来 那么在英文里面 看的是什么呢 他说呢 这里面讲一个 The Angel The Angel The Angel的意思呢 前面有一个THE 前面有一个THE在这里 那么前面这个THE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THE 就是说唯一 仅仅的这一个天使 而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 回答那以我说话 那唯一的天使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唯一的天使呢 怎么说这个天上 不是有那么多天使呢 其实呢 这个讲The Angel 就是那唯一的天使呢 是指的基督在没有降世以前 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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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隐藏的仪 那么就像这个 这个有一个先知呢 这个 这个在四世纪里面 四世纪里面 那么这个 这个神呢 就像这个 他的一个使者 就是向他显现 那么这个显现了以后 怎么 他在火里面就升上去了 那个就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就是唯一的那一个天使的神 那么那个天使讲话是什么呢 他会来用 他用第一人称来祝福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神的那个 所拆拍的那个 那么 所以说呢 那从来没有天使 他用第一人称 来跟这个人讲话 通常就是说 我来传话 或是神要做什么 但是那个天使呢 他说 我必要按我的名来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的 来祝福你 那那个天使 不是一般的 是指的主耶稣基督 在没有降世以前 这是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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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 他这个是 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有个专有的名词 那么所以说 我相信这里面讲话的 那个所谓的 The Angel 就是那个天使呢 唯一的天使 指的主耶稣基督 那么主耶稣基督呢 就在那里向父神呢 我相信在那 有一个请求 如果说话的天使 对我说 你要宣告说 万君之夜话 如此说 我为耶路撒冷 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 我甚恼怒 那安逸的列国 因我从前 稍微恼怒我的名 他们就加害过分 所以耶华如此说 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 仁师怜悯 我的殿 必存在其中 准神必 落在耶路撒冷之上 这是万君之夜话 说的 你要再宣告说 怎么样 万君之夜话 如此说 我的诚意 必再丰富 丰盛发达 耶华必再 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冷 我举目观看 见有四讲 所以这里面 讲的一段话 是什么呢 神的怜悯 重新来到 这个什么样 这个西安 就是重新要来到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见两件事情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讲了 神的审判 一个是讲了什么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要领到 那么就是在开始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了第二年 我刚刚讲的二 这个二里面 就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所以说你看 神在那里啊 虽然他惩治 他的百姓 但是他总是给我们 有一个盼望 神所爱的 神必严加管教 神必严加管教 所以神给谁的多 就像神也要的多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神呢 他不是一个愿意 惩罚降灾的神 其实呢 这个以色列 因为不听神的话 已经经过 好几百年 好几百年 那么神就一直 派他的这个先知 去说话 但是他们都不悔赶 直到最后了 神没有办法了 以后怎么样 神才开始 什么样 想尽了一些办法 他们说 有的先知被杀 有的先知被打 有的先知被羞辱 那到最后怎么样了 这个神最后 拆派了他自己的儿子 耶稣基督 结果也被他们杀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个 哎呀 有时候我在想 神造了我们 真是与他有合意啊 真是有 跟他有什么益处 我说我们这些人呢 真是一天到晚 就让你伤脑筋 伤你的心 哎呀 真是 弟兄姊妹 我们真是要 尽心尽心尽意爱主 我们的神 尽心尽心尽意爱主 不要伤他的心 弟兄姊妹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神是这么美好 这么爱王 那么 那么第十四节里面 讲得很清楚 第十五节 就是说什么呢 第一个 十四节里面 说我要重新为 这个耶路撒冷西安 其中极其火热 我甚恼怒安逸的列国 我从前稍微对我的百姓 发怒 他们就加害过分 所以弟兄姊妹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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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为 要为中国跟以色列的关系 祷告 那么就已经因为了 中国这个 说是要花四千亿 我不知道是美金 还是人民币 反正是很大一笔素质 跟伊朗啊 就是这个波斯 波斯 那么这个跟伊朗 要签一个合约 可能是长期的要买他的这个石油 还是天然气 我就不知道是哪一样 反正呢 这时候呢 以色列就就跳出来讲话 我看了一些报道就说呢 以色列说 如果说中国要给四千亿 这个给伊朗的话 那么这个以色列就会承认 台湾是一个 他要帮助台湾怎么样的 就是就 讲了就是 讲得很干 很尴尬 那么这个 这个情 所以抽神了 祝福这个 这个中国跟以色列的关系 那么这个 所以呢 我看了一个报道 就是说 中国就 也出了一个计划 就是说 我要给你两千多亿的一个计划 给以色列 就是说呢 我也来祝福你 那么这个可能跟一带一路也有关系 就是看以色列 他自己要不要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要为中国跟以色列关系要保护 好的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第十六节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呢 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人世联名 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 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哈 这个神的殿要建在耶路撒冷 准神是什么 神的标准必在耶路撒冷之上 而就是说 神对这个耶路撒冷的 就是说 对以色列百姓 对耶路撒冷这个城的 这个所谓的生命的道德 各方面的腰准 神还要重新建立 就是叫以色列 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去 第十七节 说你要再宣告说 万君主义的话 如此说 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 叶华必再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冷 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 我就向与我说话的天使 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回答说 这是打散犹打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讲 那么这个脚是代表什么 脚是代表高举 脚也是代表宣告 那么高举 那么在这里面的 这个犹大 以色列跟耶路撒冷 这个脚 这是指的当时的 犹大 以色列 或是跟这个 耶路撒冷是 犹大的精神 这个当时的百姓 非常高傲 这个脚也代表一个 好像将自己举起来 那么耶华就指的 四个将人给我看说 他们来做什么呢 他说就是打散犹大的脚 神不敢抬头 就是因为呢 这个神曾经是很祝福 以色列这个国家 那么因此呢 可能犹大人呢 犹太人那个时候呢 把外邦人都非常的看不起 他们就叫什么 叫做肮脏的外邦人 现在在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正统的犹太教的人 就是留了呼吸 留了便知 他们都很 就是说他们 不跟外邦人结婚 认为你们这个 吃猪肉的外邦人 是肮脏的 所以说 这个回教徒也是 他不吃 都不吃猪肉 那么你到的这个 回教清真馆 你千万别拿 不要说点什么猪肉 或是带了猪肉进去 他说这个中国是叫做大肉 大肉这个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物理 那么所以说呢 他们认为吃猪肉的就是肮脏 那么其实猪肉里面 他的这个寄生虫 的确是多 那么这个脂肪也很多 对身体并不是很好 那么所以说呢 但是呢 但是在心愿里面 主就说凡神所祝福的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主耶稣在心愿里面 都说你吃你什么 就经过你的身体 就下到毛坑里面去了 那个不会沾染人 从我们嘴巴里出来了 才会怎么样 让人怎么受沾染 就是我们所说的 说的不好的话呢 就会让我们的人在那里反罪 所以说这是新约的 那么旧约呢 是那样子 所以说呢 以色列人或是说 回教独登们 他们是不吃猪肉的 那么说 但是呢 也就是在犹大的这个城里面呢 他们的是很骄傲的 譬如说他们这个 经过撒玛利亚 他们是不经过 他们是绕道而行 因为撒玛利亚呢 后来呢 被是这个 留下了一批最穷苦的 这个有以色列人 那么这个 撒玛利亚是哪里呢 是以色列国的金城 那么当时这个 这个亚述帝国 掳掠了叙利 以色列以后呢 就把最穷苦的人呢 留在了这个撒玛利亚 那么也把一些外邦人呢 也这个移民 进入撒玛利亚 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是一个混杂的一个地区 不是纯种的 纯血统的犹太人 所以这个 一般的犹太人是 对这个撒玛利亚 非常看不起的 就说你们这些 混血啊 好像是 这个怎么样 长得很难听的 就是外邦人 再在一起 就是把我们这个血统 都搞砸了 甚至于呢 连经过他那个城 都不愿意经过 那么说 主耶稣 但是却经过那个城 而且遇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你看他生活是多么糟糕 已经有五个丈夫 如今跟他在一起住的 还不是他丈夫 所以这个女的呢 这个一定是一个 这个 可能是长得很漂亮 但是没有什么头脑心智的一个人 可能一直在犯一些 不应该犯的错 那就是他这个 但是主耶稣 却没有引起他 那么还是跟他宣传 宣传福音 那么所以说呢 神就说 我要把你们这种属灵的骄傲 我要把你打掉 什么叫属灵的骄傲呢 其实骄傲本身就是不属灵 什么叫属灵的骄傲 就是我比你懂得多 我比你会得多 我的恩赐比你强 我的知识比你多 那个我就看不起你 或者说你的行为生活不如我 这叫属灵的骄傲 其实这个属灵的骄傲 要真正属灵的话 他就不会骄傲了 这个属灵的骄傲 就是神说我要把你打掉 把你打掉 但这些将人来威下烈火 什么样 打掉他们的脚 就是举起大三更 那么这个攻打以色列的这些人呢 神怎么样 神要到最后回头来 也要来去惩罚他们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呢 我觉得实际上 我们千万不要去碰他 不管他对他错了 自有神 因为他的爹是全宇宙的创造者 你千万不要去随便去碰他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 中国跟以色列关系祷告 求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呢 能够有聪明智慧呢 不要跟以色列对着战 当然到最后到哈密基多登大战的时候 一定会有忠误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到 以前希望不要如此 好 感谢主 好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这个大家分享这第一章 好把时间交回一个主持人